你好,我刚刚就有拍了一些责任的照片 所以我就趁我现在样子还可以看一点点 然后我就跟你们拍一些video 来跟你们share一点点的knowledge 其实我今天想要聊的话题就是 努力真的会成功吗? 我就打个比喻 今天你很想要 有一个100块钱 然后你是选择 你是头脑是想着 我很想要这个东西 我很想要这笔钱 这样子 可是你是选择躺在那里什么都不去做 然后你觉得天上会掉下来给你吗? 这样的东西 你明白吗? 就是这个道理 很多人时候很多人每天会去在那里想说 哎呀我不行了啦 我不能了啦 我都没有他这样厉害 我哪里可能可以做到哦 他们往往都会这样子来 就是以这样的借口去 不给自己去开始 你明白吗? 他们每次就是在为自己找着借口 不去 就不想要改变 他们永远就只是想要待在这个舒适圈 就会有这样的想法 就是好像 我永远只可以是这样的人 这是我的命运 其实命运是你掌握在你自己的手中 你想要成为这样的人 你就应该去努力去想办法 我要怎样才可以做到我想成为的人 而不是在那边说不可能的 我不可能有这个机会的 我不可能会成为这样的人 如果你今天你自己都在 你自己都怀疑自己没有这个能力 你自己都不相信你自己可以成功 这样你觉得你有可能会成功吗? 人真的是 你要真的是勇敢的踏出那一个第一步 你就会发现到 原来我的能力不只是在这一个范围而已 尤其你每天去幻想自己成为这样成功的人的话 会怎样? 这样你倒不如你去 你去真的是 take action 你努力过 就算失败 你也没有什么好后悔哦 你可以光明正大讲 我失败 可是我有努力过 你耶 你没有努力 然后你就在那边说你自己不行不行不行 这样你就真的是那一个失败者 你才是那个真正的失败者 你不需要太过去跟着别人的脚步 你知道吗? 你应该从你自己的身上 就是发觉那一个你自己厉害在什么地方 然后你就会发现到 其实我真的是没有这么差 只要我付出多那么一点点 可能我就会比别人好了 不要每天就是在那边羡慕别人的生活 我觉得这样子是真的是很 没有什么用啊 就你这样子你不会改变到你的生活的啊 你在那边羡慕别人的生活 然后你在那边发白日梦 在那边埋怨你自己很差很什么 可是你都不愿意去尝试去改变啊 人真的是你不去你不去进步你不去改变 你真的很快就被这个社会淘汰啊 如果你今天你真的是想要成为一个比较 就是你真的是想要成功 你真的不可以这样子 就好像每天一天拖一天这样 哎呀 我可以啊 我明天再 明天再 明天再讲啊 明天再讲啊 真的会有这样的人的耶 And then 我也想要讲 可能很多人真的是他有讲 他会讲 我有尝试过啊 我有开始过啊 可是我就是不行啊 可是 你们有没有发现到 其实不是你不行 是你没有坚持 就是你选择去开始这个东西是 可能没有这么难 可是坚持才是那个最难的事情 也是 也是很多人没有去做到的这个事情 很多人都会 往往都会好像忘记自己 为什么当初要开始这个东西 他就会到一半的时候 他就会很容易就放弃啊 可是我觉得在这个时候 你真的是要鼓励自己 你真的是要靠你自己的意志力啊 就是 你真的是要 就是 你真的是要鼓励自己说 我都走到 我都从 我都 你就可以看回以前啊 你就可以看回以前的自己 是 怎样 你通过这个东西 你到底有什么改变 如果是一个 你从一个很差的人 然后你因为你踏出 你愿意踏出这一步 然后你改变了 你变得 呃 比较好的人了 然后你今天 你反而 你到现在 你到这一步啊 你到一半你想要放弃 这样你就要想一下 你应该回头看一下自己 嗯 其实 我都已经努力了这么久 我现在才来放弃 是不是很浪费 如果我不坚持 然后你也可以想一下 那如果我坚持多一点点的话 我是不是可以成为更好 我知道坚持真的是不容易 可是你要想一想 只要你坚持 你熬过了 你就会很成就感啊 你真的是会有那个成就感啊 so 真的是 凡事既然你都开始了 你就 嗯 不妨再试一次咯 就 不要将快放弃自己的梦想 懂吗 不要将快放弃自己的初衷 真的是要不断的提醒自己 嗯 为什么我当初要开始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我想要开始 就永远不要忘记那个初心啊 你想要开始的那一颗心啊 当你真的是很想要得到一样东西的时候 你真的会愿意花那个时间去努力 去争取得到那样东西 然后而且你会发现到 那个过程其实真的是很享受 就很 这一整个过程当中 你 嗯 你学到什么 你真的是会很 嗯 就会很感谢自己 嗯 至少我在这一个过程当中 我真的是学到很多 不一样的东西 然后 我可以从中改变到我自己了 我 虽然我没有成功 可是 至少 我比以前更好了 一辈子说长不长 说短不短 所以如果你今天你还在这样虚度光阴 浪费时间的话 这样 真的是 你真的是会遗憾度过 我觉得 所以 趁自己还年轻 趁自己还有那个 就本钱 为什么不去尝试多一点点 多一点不一样的事情 突破自己 OK 然后你就会发现到 嗯 我不是 我原来我可以 原来我不只是 这样子而已 原来我可以成为更好的人 OK 虽然我不知道 这个影片是不是真的是可以帮助到任何人 可是 我真的希望可以透过这个影片 就是 让更多人 就是知道 不要永远只是待在自己的舒适圈 其实 你也可以成为 那一个别人羡慕的人 只要你肯开始那一步 只要你肯努力 只要你肯坚持 真的没有什么事情是做不到的 我真的是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人 就是 给他们知道 其实 只要你肯开始 真的是 没有什么事情是做不到的 so 我们一起加油 如果你们有想要看什么样的video 我拍什么样的video 你们也可以comment跟我讲 OK so 拜拜 好